五环之歌侵权一案终于判了,却没人关心结果。 最近我们耳熟能详的五环之歌陷入纷争,因涉嫌抄袭牡丹之歌被告上法题。 电影推广曲《五环之歌》因调侃北京城市道路状况而走,在电影《煎饼侠》上映后广为流传。 而岳云鹏也因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,近日真相终于水落石出,岳云鹏赢了。 《五环之歌》中的词作品与音乐作品《牡丹之歌》的词作品完全不相同,也没有任何实质相似之处,属于独立的作品,具有独创性。 更有网友调侃称小月月,你一下子从云字科想到了龙字科,因为德云社弟子接案云鹤九霄,龙腾四海牌子论背,而岳云鹏属云字科。